會長我們觀察 這個蔡柯惠的同時 柯文哲丟出了大巨蛋這個議題 那大巨蛋確實是一個必須處理的 城市中心的一個核心的建築 那過去他有他的歷史包袱 那現在柯文哲第二任的市長 他顯然是準備要面對處理這個議題 所以直接丟這個中央一起合作 那鄭立軍昨天就直接問 那請問台北市可不可以說清楚 大巨蛋到底蓋貨不蓋 對 其實13日的蔡柯會原本會以為是 起碼綠白就算沒有合作 起碼兩方不要再交戰 沒想到卻一顆大巨蛋的議題 又掀起兩方的戰火一直燒到今天 其實柯文哲在那一天 有特別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劍指中央的文化部 就是說你那個古蹟 是不是應該要把國父紀念館 停車場的管理權 移轉給我們台北市政府 讓我們的大巨蛋的地下連通道 可以連接到國父紀念館那一邊 形成一個出口 另外他同時也建議在另外一側 是不是可以把它連接到 也一樣是被列為是古蹟的 煙場那一部分 一樣是建議一個大巨蛋的地下連通道 以這樣的情況來講 前後兩方都有連車道 對安全性比較高 然後就認為就甚至在口語上就說 你文化部卡我們 這個古蹟的議題沒有解決的話 我們的大巨蛋怎麼幹 但是這話一出來之後 其實不管是蔡英文或是政力軍 都會覺得很很很差惡 覺得哎 現在兩時要去還沒去 就是說你到底這個第一個是呢 你們是台北市政府先把國父紀念館 在今年六月的時候列為是暫定古蹟 那在列為是暫定古蹟的情況之下 你的所有的包括變更都要經過一個 審議古蹟的審議委員會 那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你台北市政府迄今也沒有公開表示 到底但是要幹或不幹 你卻你卻突然丟出個話題 然後說我們文化部卡你 所以政力軍其實也蠻厲害 你不要看他好像感覺上都溫溫的 但事實上他講的話是直指中心 你說清楚到底要幹或不幹 就柯P話回到又柯P這邊 柯P就講一句說 啊我不猜就是要幹 不然要幹嘛 哇柯P這一句話一講出來 藍綠議員全部都跳腳 都心裡想說現在是怎樣 你什麼時候在我們市議會講 在我們的議會裡面有有公開說明過 你要繼續幹 那如果你在公開對市民 就是大巨蛋的安全性問題 都沒有跟市民有一個 清楚的交代情況之下 你一句一句 我不猜就是要幹 不然要幹嘛 難道就可以解釋掉 所有的公安性的問題嗎 所以這個 這個話題這樣燒來燒去的時候 大家就有點想說 現在到底是柯P 劍指中央的目的是在哪裡 是想要把中央給拉進來 為這個大巨蛋 未來四年 未來幾年的完工來背書 還是說希望在任期之內 能把這個燙手的巨蛋給解決 不要讓他四年之後 這顆蛋還是卡在那邊 你知道只要那顆蛋卡在那邊 他永遠都會是 那個柯P政績上的一個大敗筆 所以我覺得柯P想要解決問題 但是呢他的姿態上 可能會讓民進黨或中央政府會覺得 現在我欠在那 那他為什麼要拉中央 我覺得第一個是說 如果這件事情沒有文化部的核准 或是說自己市府這邊沒有一個 跨部會的一個會議的話 他自己本身可能沒有辦法完成 譬如說你要把他連通道 拉到那個國父經驗館 這確實是需要文化部的同意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他一個人在自己任內 就拍板說要繼續蓋 未來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 他就一個人要蓋瓜承受 但是其實你換一個角度講 柯P其實也很委屈 因為就像他講的 但選在這裡不是我選的 我來他已經蓋到快蓋完了 但是這個東西呢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是 大句但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 然後他現在要拉著民進黨 一起解決這個爛攤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是不能解決 也不是不能提出這樣的要求 只是他的口吻會讓譬如說以那個 那個曾麗君來講 他就會覺得說 你如果希望我們尋求協助 不就是應該要理性討論嗎 你怎麼會動輒就嗆說我們卡你 甚至要講說以後的所有的會晤 跨部會會議全部都要直播 那人家曾麗君也說 那就直播就直播啊呼趴呼 最妙的是什麼 最妙的是台北市的文化 文化局的主秘劉德堅他跳出來說 哎呀沒有誰卡誰的問題 沒有誰卡誰的問題 原本我們11月30號就要排這個會議 來討論那個國富紀念館 那個佔定古蹟的這個計畫 是不是要因應這個大巨蛋的 這個聯通道路要一併的討論 但是因為太多 一百多個案子都要討論 所以這個案子避免到了 可能會延到12月才討論 沒有誰卡誰的問題 那就妙了 那到底是柯P對於自己的市政 不是很清楚 還是柯P其實雖然很清楚 但這個案子 沒有你中央跳下來幫忙 確實無法解決 所以用這一招的方式 尤其是在蔡柯惠的一個情況之下 提出這個要求 好那這樣的但 其實跟台灣的年金也一樣 就當年的年金 所得替代率可以破百 不是蔡英文重的 可是蔡英文任內 第一個面臨的是軍保要破產 所以他做了年金的改革 那當然他改掉這個年金的同時 他也改掉一部分的選票 這是一個事實跟現實 那2020年的總統 他也要面對勞基法跟勞保 而2022年預估可能破產 那下一任的總統 其實他一定得面對勞基法跟勞保 那變成政策 實際上政治是長期永續的 只是不同政治人物他上台 那上台的人你永遠是在接前人嘛 是不是爛攤子 大家可以去定義嘛 年金你也可以這樣子討論 健保也可以這樣討論 你今天當家農委會主委下台了 副主委你就得處理非洲豬瘟 不然你要叫誰處理非洲豬瘟 那於是乎柯文哲如何處理這一顆蛋 就會變成柯文哲從政生涯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觀察的焦點跟議題 沒有錯 如果說他能把這一手爛牌打到好 打到完 其實他就在他政績上 是一個非常大的加分 我覺得他提出這樣子的一個 希望跟中央合作 這個確實是一個招 但是我覺得在合作的態度上 雙方可能要就是在平心進氣一點 先不要指責是誰卡誰 因為如果就你現在文化局的 矚密跳出來講的話 事實上文化部也沒有卡你 那如果說沒有卡你的情況之下 但是你希望他們提出 伸出援手 大家一起把這個蛋給解決 孵完成孵出這一隻雞來 那就搞不好是一隻金雞母 是一個對不對 小金雞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好好的做 我相信如果說綠白 可以合作從這個孵蛋開始的話 對於台北市民 一定是大家都樂觀其成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說到底 誰先種下這個因的 國民黨藍營嗎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就是說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可能國民黨這部分會樂見 白綠之間兩個互罵互砍或什麼的 但某一種程度之下 其實這筆帳到最後 比如說柯文哲就會講 這個大巨蛋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探子 這一筆永遠寫在歷史上 所以如果說大家要讓這個爛蛋 孵成小金雞 不妨就從藍綠白三方攜手 大家好好坐下來解決問題 這才是全民的幸福 或者是這個農委會 現在真的挫愛大農 因為非洲豬瘟真的很恐怖 其實你知道從中國大陸 從八月份發現 第一起案例到現在 才短短大概四個月的時間 已經有22個省都已經淪陷了 發現的已經95起 目前樹面上撲殺出來的株資 傳聞是從大概幾十萬 甚至到百萬都有 但是到目前為止 其實沒有正確的數字 因為中國目前為止 是封鎖所有的消息 甚至有傳聞說 有中國自己的居民 在網路上撲出說 有一些不肖的業者 把病史豬挖出來 然後再做成香腸的訊息 傳播在網路上 結果傳出訊息的那個人 竟然被逮捕 所以現在就是中國文豬色變 那其實一海相隔 台灣這邊更是應該要提高警覺 如果大家還印象深刻的話 記得97年發生的口提議 那一次口提議 因為我有朋友 剛好在那時候當軍人 當兵 他說他撲殺 他說他是面臨到豬的那個大撲殺 然後他們是執行第一線的 一開始是用藥打針讓他死掉 可是後來因為太多幾百萬隻 到後來是那個豬都還沒有死透 你就要把他送到垃圾車 因為要讓他載走 然後去焚化 載到垃圾車你要把他壓進去 那個豬都還沒死透 其實他在尖叫了 所以他說他到20年到現在 其實他都還可以記得當時的狀況 所以他自己在台灣 這個所謂的房租疫之間 他第一件事就跳出來 他在臉書PO文說不要小看任何一個小小的肉腸 或是現在甚至傳出說 你在中國訂那個淘寶 他送來的贈品竟然是一根香腸 像這種情況之下 千萬不要小覷 就直接要把他回報給主管機關防疫區 那到底為什麼非洲豬瘟這個疾病 可以說是全世界文珠色變 他最早是在1921年的時候 在非洲那邊發現的 後來經過幾十年先傳到歐洲 然後再傳到這幾年來傳到亞洲這個部分 那個中國大概是亞洲第一個 所謂發現疫區疫情的一個災區 那以他過往的一個經歷來看 你可以發現他的病毒的傳染率極高 以及他100%是致死率 而且他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現在豬假設已經死掉了 但是如果他的病毒是存在 已經成熟的肉裡面 放在冷凍庫裡面是可以 這個病毒是可以存活1000天 如果是冷藏肉裡面是可以存活100天 然後他所傳染的 所以冷凍可以存活大概三年左右 而且我昨天錄健康好生活 我跟好幾個醫師跟廚師錄影 我才知道非洲豬瘟的恐怖 就假設有一隻豬 他感染了非洲豬瘟 他撲殺了 然後他被回收拿來做火腿或香腸 或者臘肉煮熟了 如果烹煮的時間沒有超過 三個半小時 肺點在100多度以上 那個病毒不會殺乾淨 你知道他其實感染途徑 有非常多種 包括剛剛您提到的廚餘 是最多的一種途徑 再來是豬隻的排泄物 你可能只是去參觀一個養豬場 你可能腳上只是踩著他們的排泄物 你把那鞋子踩出來 帶到其他地方 剛好再回到另外一個地方是有豬的 豬可能就因為這樣感染 包括節肢性的動物 比如一些被豬被蟲咬啊 被什麼咬 然後跳蚤啊 豬的跳蚤啊 咬到這邊有感染病毒的豬 然後再跳跳跳到別的地方 咬到沒有健康的豬 那個豬也完蛋 所以他的感染途徑是非常廣 然後沒有任何治療的方法 所以就是 我覺得台灣人很多時候就說 啊哪有那麼嚴重 就丟掉就好 就不吃就好 你丟掉你不會有事 但是豬會有事 到最後你知道那個中國大陸 光是因為8月豬瘟以來 他們的那個生豬的價格 已經漲了25% 到目前為止 當你的 而且漲25%喔 是原食材的價格喔 昨天這個譚都茨老師跟我說 他兒子在上海 隨便吃的飯都漲價 是啊 因為各位觀眾朋友 你想想看喔 如果豬肉的原材料漲2-30% 請問你吃的滷肉飯 要不要漲價 請問你吃的排骨便當 要不要漲價 請問你喝的那個排骨酥湯 要不要漲價 那如果都要漲價的話 請問對多數人來講 民生物資的來源跟價格 會怎麼變化 而且我跟你講 你吃豬少 你是不是都吃雞魚鴨 就會多牛多 那其他的物價也會跟著漲 因為大家就是說 那現在銷售好更好 更好就是順便漲 所以它會變成是帶起 全面性的一個物價上漲 另外一個是產業的損失部分 97年那一次的口提議 政府光花在就是控制整個疫情 跟消滅整個疫情的情況之下 支出政府就支出了104億元 對於整個產業鏈的衝擊 各自衝擊到現在 本來在口提議之前 台灣是日本出口的 第一的豬肉大國 但是口提議之後 已經20年到目前為止 完全沒有辦法出口 明年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明年可以有機會出口 你知道這20年 台灣的養豬的產業鏈 縱挫到什麼程度 97年的時候 我們全台灣的養豬戶有2.5萬戶 然後養的豬隻大概有1000萬隻以上 有甚至說1300萬隻左右 但是到現在 全台灣的養豬戶只剩下7200多戶 然後養的豬隻已經只有500多萬隻 而且沒有任何出口 所以對整個產業 1000多億的一個豬肉的 一個上下油垂直整合鏈 就已經是死了三分之二 剩下三分之一 在這種情況之下 難道你還可以輕忽非洲豬瘟嗎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情 抗豬瘟是人人有責 不要開玩笑 因為你知道 滷肉飯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銅板美食 有時候就是一碗滷肉飯吃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再大家困難 或是說有一碗滷肉飯 人生就會日子就比較好過了 如果你要搞到說 連一碗滷肉飯都沒得吃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心理上的傷害是很大的 你當然可以說 你多花一點錢吃別的 可是在防疫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選擇 台灣豬的隊友 不要變成台灣豬隊友 這很重要 就是說大家要提高警覺 然後提高那個規模 然後來嚴正所有的一個可能性 包括假設你身邊有人 就是啊什麼親戚去探親人家 給他塞了一個什麼豬肉片 那一些的 全部都是要打給主管機關 然後通報 不要自己亂丟 因為亂丟的話 其實影響的疫情更大 其實每一個人就是從小事做起 就可以防堵國家的食品安全 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要請 各位觀眾朋友好好注意一下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